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中犬八宫》,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八万字, 我会用大约十九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时间可以带走生命,却带不走真情, 哪怕是短暂的相爱,也值得用一辈子去等待。 养过狗的人知道,狗狗对人特别忠诚, 给主人看家护院,即便你打他骂他, 他也不会咬你。 即便你没有养过狗,只要看过一些关于狗的电影和书籍, 也能感受到狗狗的体贴和温暖。 美国著名作家威尔罗杰斯曾经说过, 如果天堂里没有狗,我愿舍弃天堂,去狗狗们安息的地方。 狗狗对人类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 《中犬八宫》用他一生的等待,给了你最好的回答。 《中犬八宫》是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 故事发生在大约一百年前的日本, 一只秋田犬被他的主人上野教授收养后, 每天都会准时地去车站接送主人上下班。 周末他们会一起到公园里散步。 可惜,这样的幸福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年后的某一天, 上野教授工作时突发脑溢血, 经抢救无效死亡, 再也没能回到那个车站。 可怜的八宫却不明白依然固执地守在车站里, 等待他的主人。 春夏秋冬日复一日。 渐渐地, 八宫的故事一传十时传百, 最后还上了报纸。 被中犬八宫故事感动的市民, 不仅尊称他为八宫, 还在东京色谷战前为他树立了一尊铜像。 当时, 中犬八宫还没有去世, 也荣幸地出席了自己的铜像节目室。 可惜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金属资源紧缺, 八宫的铜像遭到了损毁。 后来, 人们又重新地为八宫树立了一尊雕像。 直到如今, 这尊铜像还依然翘首盼望着他的主人归来。 八宫一直等了他的主人十年, 直到自己生命走到尽头。 每年的三月八号, 也就是八宫即日那天, 涉谷广场都会为八宫举行致敬活动。 那天,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赶来纪念他。 在八宫去世之后, 他的一部分遗体被制作成标本, 保存在了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另一部分则与他的主人上野教授 共同葬在了青山陵园。 这一刻, 八宫终于跟他的主人团聚了。 听闻这个故事后, 大受感动的作者路易斯普拉茨, 便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本书, 《中犬八宫》。 已经出版, 就获得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儿童文学奖。 另外, 《中犬八宫》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 分别是1987年日本上映的《中犬八宫物语》, 和2009年美国上映的《中犬八宫》的故事。 两部电影都创造了超高票房, 感动了无数国家的观众。 这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大多是一些很日常的温情片段。 但如果你想继续听下去, 请提前准备好足够的纸巾。 因为听说过这个故事的人, 无不感动的泪目。 作者路易斯普拉茨, 西班牙塔拉萨人, 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和赫罗那大学 锦修艺术史和考古学, 之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担任过中小学教师、 艺术图书编辑, 以及美国加州洛杉矶电影制片人。 除了《中犬八宫》这本小说, 它还著有许多其他书籍, 如散文集《教育电影》, 《历史小说》《斯巴达尔环》, 以及数十种儿童小说。 这些书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畅销到全球各个国家。 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详细讲述输入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上野教授和巴工暖心的日常生活。 第二个重点是, 教授一直没回来, 车站成了巴工的家。 第三个重点是, 短短一年半的相处, 换来了巴工, 一辈子的等待。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上野教授和巴工暖心的日常生活。 秋田县近藤家的狗下了四只小狗。 这种狗是比较名贵的纯种秋田犬。 它们把其中的一只 送给了县土摩科长尖赖。 尖赖收到后, 又将这只小狗作为礼物, 送给了自己的老师上野教授。 这下上野教授却有些犯难了, 记得去年养的狗死后, 太太八重夫人感到很伤心。 从那以后上野教授便答应太太, 以后不再养狗。 可是女儿千赫子却坚持想养狗, 最终上野夫妇扭不过女儿, 只好答应了这件事。 狗被邮寄回来后, 八重夫人还特意嘱咐上野教授, 下班时别忘了去把狗领回来。 上野教授满嘴答应着, 却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回家想起来后, 这才带着园丁举三郎匆匆到邮局去狗。 只见颠簸了两天两夜的小家伙, 虚弱地躺在狗笼里, 看上去已经死了。 教授心里一紧, 赶紧将小狗裹进了大衣里面带回了家, 冲了杯热牛奶凑到他鼻子跟前。 接着奇迹发生了, 只见小狗在奶香味的刺激下, 竟然又活了过来, 开始贪婪地舔尸碗里的牛奶。 小狗抱回来不久, 上野教授的女儿千赫子因为怀了孩子, 只好匆忙嫁人, 于是照顾小狗的责任, 便落在了上野教授身上。 上野教授给这只秋田犬取名为小八, 原因很简单, 小八的两条前腿有点八字外撇, 看起来像个数字八, 而且在日本八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意味着未来道路宽敞。 自从小八来到家里, 八重夫人便感觉自己受到了冷落, 极度之心, 使她只想把小八送到女儿家去。 可偏不巧, 女婿对狗过敏, 八重夫人只好作罢。 上野教授越来越喜欢跟小八待在一起, 他带他出门散步, 给他讲沿途的见闻, 带他到热闹的街道上交些狗朋友, 夜晚给他讲天上的星座, 那种宠溺和耐心, 就像父母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一样。 有时候他们就像父亲和儿子一样, 泡在浴缸里面一起洗澡。 暑假时, 上野教授会带小八到清凉的海边度假。 到了寒冷的冬天, 上野教授会破例, 让小八进屋过夜。 年幼的小八很淘气, 毁掉了八重夫人的插花。 教授看见后, 非但没有责怪小八, 还会隐瞒夫人替他清理犯罪现场。 就连出差, 教授也不忘打电话, 向家里问候小八的情况。 这让一旁不知情的同事, 以为上野教授这么大年纪, 又心添了小孩。 回到家里, 上野教授的第一件事也是去抱小八, 跟小八说话。 最终, 上野教授对小八的疼爱, 感化了起初极力想把小八送走的妻子。 小八在上野教授的呵护下, 渐渐长成了条大狗。 每天清晨, 小八都会把上野教授送到车站门口, 到了傍晚, 也会早早蹲在车站门前等教授。 小八没有手表, 但他知道时间, 每次都能赶在教授的火车到达之前, 冲出家门去接他。 无论刮风下雨, 小八从不迟到。 对于小八来说, 这就是他的使命。 而对于车站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小贩来说, 小八的等待, 也早已是一幅习以为常的画面。 每天教授从车站里出来喊一声小八, 小八就会满心欢喜地扑上去, 舔舔教授的手, 然后再和教授一起愉快地回家。 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五月, 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 一天, 上野教授要去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但那一天, 小八却表现得极为异常。 在教授拿出拐杖出门时, 对他又吼又叫, 甚至用嘴巴咬着教授的裤管不放他走。 此时的小八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在大人要忙正事时, 却跑过来缠着他。 博学多才的上野教授虽然知道 秋田犬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否则从不乱吼乱叫, 但他还是来不及多想就出了门。 第一次, 小八极不情愿地将教授送到了车站, 回到家后, 小八像得了狂犬病似的, 在院子里面又是一阵狂飞, 家人对小八的反常表现感到疑惑。 而就在那一天, 上野教授再也没有回来, 小八潜意识里预感到不测, 只知道不能让教授走, 但他却不知道教授已经因为突发恼意写去世, 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可怜的不明就里的小八, 依然每天守在车站门口, 苦苦地盼望着主人能够回来。 好, 上面为你讲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上野教授和八宫暖心的日常生活。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教授一直没回来, 车站成了八宫的家。 教授死后, 他的妻子八重夫人遣散了仆人, 整理了先生遗物, 准备将房子出租, 搬到女儿家去住。 为了避免堵物私人, 八重夫人将小八托付给了农场的一位远方亲戚。 可是很快, 小八就咬断了绳索逃了回来。 小八又回到了教授的家里, 此时的他不仅瘦了许多, 浑身上下也脏得不成样子, 可如今住在那里的人, 却变成了一副生冷的面孔。 教授的园丁举三郎看见小八后, 与心不仁, 便将他带回了自己的茅屋。 茅屋成了小八的新家, 可大部分时间里, 小八都还待在车站的广场上, 一直等到最后一位乘客离开。 小八在车站一直等不到教授, 有时也会回他们原来的家看看, 但那里的新房客却很讨厌狗, 他们毁掉了小八的窝, 凶恶地拿棍子赶他走。 小八失去了上野教授的保护, 在街上流浪, 有时会被其他狗欺负, 被咬得鲜血淋漓。 即便是教授的女儿, 在有了自己的小孩后, 也不再关心小八的冷暖和生死。 有人嘲笑小八愚蠢, 有人心疼小八可怜, 他们不明白小八为什么还要苦苦地等待。 以秋田犬这样聪明的物种, 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已经死了吗? 寒冷的血液, 人都陆续走光了, 车站管理员下班时, 意味深长地蹲在小八面前对他说, 听着, 你的主人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小八听不懂, 或许冥冥之中, 小八也知道主人不会回来了, 可他依然坚守着最后一次希望, 固执地蹲在车站门口不愿离去, 等待那只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再度响起。 有人说秋田犬是武士的狗不屈不挠, 所以小八再辛苦也都不离不弃。 几个月后, 园丁居三郎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涩谷, 小八彻底成了一条流浪狗, 废弃了车厢底下, 称了他的棋身之所。 渐渐地, 小八的坚持改变了其他人不屑的眼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敬小八, 为小八风雨无阻地等待, 感动和流泪, 他们给他喂食, 为他捐款。 连维持生机的小贩都不惜为了小八和客人打架, 哪怕他的生意被搞砸了, 他也不允许别人侮辱小八。 这不仅仅是出于他对小八的可怜, 更因为小八是他心目中一种高尚的信仰, 小八是这个物欲横流社会的英雄。 当动物流检索的人试图带走小八时, 站长、小贩、乘客全都挺身而出, 抢着要做小八的主人。 最后,小八终于被留了下来。 听到这儿, 你一定也会觉得很感动, 可事实的真相总是比较残酷, 或许是作者为了渲染故事色彩, 才把这段描写的比较美好感人。 在日本版的电影里, 小八过得并没有那么好, 很少有人会关心小八。 小八总是饿得食不果腹, 皮薄骨头。 偶尔小贩看他可怜, 也会给他一些吃食。 就连小八死去的那天, 他的尸体被冰雪覆盖, 冻得僵硬, 也都没有人上前去看一眼。 试想, 中犬八宫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的日本,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的经济并不发达, 人们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又怎么会如此在乎一条狗的性命呢? 不可否认的是, 小八的名气越来越大, 文讯赶来的记者收集了小八的第一手资料, 将他的感人事迹登上了报纸, 一夜之间小八便红遍了日本东京, 成为了澀谷站一道靓丽的风景。 人们争相赶来澀谷站看望小八, 跟他合影留念, 雕塑家还为小八量身打造了一尊铜像, 雕像揭幕室那天, 小八自己也出席了仪式。 那么听到这儿, 你是否为小八的遭遇感到些许安慰呢? 可是, 人们用这些自以为是的方式赞扬他, 为沾他的一点名气感到喜悦, 却没有人真正感同身受小八心里的悲哀和凄凉。 要知道, 小八要的不是名阳万里, 他只想让教授回来, 带他回家。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教授一直没回来, 车站成了八宫的家。 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短短一年半的相处, 换来了八宫一辈子的等待。 九年以后, 上野教授的一双八重夫人回来探亲, 这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这么多年, 小八并没有过被他安排好的生活, 而是一直在车站那儿等教授回来。 多年不见, 八重夫人又添了几缕白发, 挤到周温。 可是小八已经彻底地老了, 他的眼睛浑浊, 耳朵很背, 浑身很瘦, 很邋遢, 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 八重夫人白感焦急, 他抚摸着小八的额头, 耿着嗓子说, 我可以陪你一起等他吗? 其实八重夫人又何尝不想自己的丈夫, 不想等他回来。 可是作为一个人, 他必须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他不可以像小八那样, 每天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教授。 小八认出了八重夫人, 舔了舔他的手。 不过, 你可能会有些疑惑, 既然教授生前那么爱小八, 为什么八重夫人不能照顾小八呢? 其实站在八重夫人的立场上, 我们应该理解他, 小八会是他想起死去的丈夫, 对他未免是一种残忍的惩罚, 他会接受不了。 小八的坚持并非是人性冷漠的对立面, 而是让我们反思面对自己的爱人时, 是否也能为他一直坚持下去, 不离不弃。 小八等了教授八年, 十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或许只是人生里的几分之一, 但却是小八的一生。 对上野教授来说, 小八并非他的全部, 他还有妻子、女儿以及工作和同事, 但是对于小八来说, 教授却是他的整个生命。 如今,小八十一岁了, 根据狗的寿命值计算, 他已经是一位百岁老狗了。 小八的大半辈子都是在等待教授中度过, 寒冷、饥饿、失落、绝望, 无数次地折磨着他。 如果上野教授在天有灵, 大概也会为小八感到心痛吧。 对此呢, 你可能会觉得不值, 他原本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好主人, 过着优渥幸福的生活。 可是, 他宁愿变成一条流浪狗, 失去他的尊严, 也要等自己的主人回来。 小八不是不想有一个家, 而是他一旦认定了教授这个主人, 便不会再去跟随别人。 可能小八心里也明白, 教授不会再回来了, 他不会再叫一声小八, 不会再在下雨天时, 担心他有没有被淋湿, 不会再抱着他说话, 给他捉狮子, 带他出门溜湾。 但即便真相残忍, 小八也愿意为教授等下去。 有句话说, 养狗三日终于一生。 或许这是小八祭奠教授的一种方式, 是回报过往恩情的一种执着。 故事的结尾, 小八在一个血液, 凄凉地死在了车站门口。 弥留之际, 他黯淡的双眼, 依然还牵挂着车站的那扇大门。 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小八在最后一次闭上眼睛前, 幻觉中, 他终于看见了自己, 朝思梦想的教授。 终于听见了教授 那根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 以前教授从不让小八上车, 而这一次教授却招手向小八示意, 让他也上了那辆列车。 那是一辆通往幸福天堂方向的列车。 八公已逝, 但他的精神世世代代永垂不朽。 对于我们听众来说, 只有不忘记自己纯真的那份感情, 不玷污人性的那份善良, 不自作聪明地否定每一份温暖, 才是对这份感动的崇高敬意。 好了, 讲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上野教授和八公的日常生活, 小八原来是教授的女儿执意要养的小狗, 可后来教授对小八的关爱却比谁都要深。 教授对小八的过分上心, 甚至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的存在和感受。 对小八来说, 教授是父亲般的存在, 而教授也把小八当成自己的孩子去悉心呵护, 为他洗澡做狮子, 给他讲世间万物的一切。 每天小八都会准时到车站接送教授, 直到有一天教授再没能回来, 于是小八开始了漫长无尽的等待。 其次我们讲到了教授一直没回来, 车站成了八公的家, 教授去世后他的家也散了, 八重夫人临走之前将小八托付给了远亲照顾, 可小八放不下教授, 没过多久自己又跑了回来。 从那以后车站变成了小八的家, 每天小八依然会准时到车站门口等教授。 冬去秋来年复一年, 小八渐渐被人们关注, 但也变得憔悴和苍老。 小八那一双饱含希望的眼睛里, 始终未曾出现过教授的身影。 最后我们讲到了短短一年半的相处, 换来了八公一辈子的等待。 多年以后, 教授的遗孀又回到了这里, 和小八一起等了教授一夜。 从那以后, 小八依然孤单地等待教授归来。 即便风霜雨雪受尽欺辱, 也打不到小八那颗赤城的中心。 小八的爱简单而纯粹, 十年的凝望, 盘山的八公终于在一个寒冷的雪夜, 悄无声息地倒在了车站门前。 将死之际, 小八在幻觉中等来了他期盼已久的团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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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